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虽然白棋取到了一个角 一个块失控 黑棋一定是拖先走别的了 我们来看Mustle的棋 Mustle我觉得它的棋最大的一个特点 其实我们会感受到它特别是在步骑阶段 它是棋的速度会非常快 跟普通的招法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连续的推进 这个属于命令型 全部看到其实从棋底上说好像是不怎么转的 因为我们看每排子 它都在爬三路 对白棋只增加两木棋 而黑棋长完以后对中间显然是有很强的影响力 所以说这个局部我觉得黑棋是可以满意的 然后白棋 当然白棋抢到了一个先手 就是赶紧清削黑棋的模样 二肩高架 对 然后这个时候球模千万不要再拖 同样拖了 就是如果你 说我们摆一个这个形状行吗 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 对对对 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已经有一个铁臂了 要前面的一些棋子 我们要发挥它的作用 显然就被拆过来以后 这个铁臂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尴尬了 我觉得它的处境 对 这个后事完全被限制住了 对所以说这时候夹击是一定的 这时候是谢冠军姜维杰下的时候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这碗棋其实姜维杰发挥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这里形成了第二个定式 我们看到也是一个典型的腰刀定式 然后走在这 然后下一步棋 这时候Master又下了这个冲 下步棋又 我觉得劲爆了大家的眼球 对对对 就是我们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普通的定式 普通定式 我相信很多球门是可能见过的 就是它搬一下贴以后有弧 然后黑棋拆边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也有利的 那利的话呢 球门一定要注意这个 这个真子 一定要是 这个对角一定要是自己的子 如果是别人的子 就被断掉 就崩溃了 是一个长形 对 而Master没有什么选 它这盘棋我觉得有一点地铁流的意思 Master在跟其他人下的时候也下过这个冲 对 它有点 我觉得它这盘棋又有点走地铁流的意思 它可能我觉得它在不停的 尝试风格 对 尝试它不同的风格 这盘棋的Master很明显是一个取地的战法 并不喜欢马棋走在外面 这时候我们简单介绍的这个斑毡 以前的那个老定式是断的 其实这个定式呢 我们给其我们简单介绍在这儿 就是我们看到角虽然没了 但是当时的判断呢 很多高手觉得就外是非常雄壮 而且这地方有个家是很有利的 就黑棋是有利的 要不然就没有刚才斑脚的定式了 但是这个棋呢 这个时候呢白棋一定会二路飞 为什么我说Master Master下棋它最主要特点呢 就是它的我觉得全局感 我们看到飞完以后 它再吃了这可能好一点 它飞完以后呢 我们会看到有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后视 就黑棋的后视 其实这个挡可能 其实我们会觉得是不是非常舒服 挡完以后 对吧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大 显然这个地方是黑棋的唯空的方向 但现在很尴尬的 你被飞在这儿 这两个定式一组合以后呢 黑棋就尴尬了 这个时候 你现在还能不能挡啊 你看你挡好像 好像在骗自己吧 它如果一出头以后 我们都不知道黑棋在搞什么 对不对 然后你先堵这个口呢 它以后就能够 有个家 对 能够从这儿活动出来 所以说它莫名其妙 就把你这个地方给限制住了 它虽然这边看起来有些吃亏 但是呢 莫名其妙就限制住 然后你这边的模样呢 它暂时不担心 其实就是它冲的冲了冲的意图 它本身这冲了冲是一个不好的招法 对 本身冲了冲能不能下 我觉得就算到现在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就是旗游门不要盲目的选择冲了冲 我觉得跟场合一定是有关系的 对 正常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不会这么选择 对 我觉得旗游门有时候还是下之前的定势也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来看实战 对 实战是提掉的 对 所以说这时候姜文姐选择了斑毡 这时候旗游门看到斑毡其实意图就很明显了 如果你在飞的话 这个脚就比刚才小了 对 当然了 白棋肯定就不会再飞了 白棋拆到这儿 对 白棋就先 因为由于上方的模样变大了 所以说白棋先限制 对 它枝头先限制上方的模样 然后就是可以下一步棋 下一步棋其实我个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疑问 这步棋有点缓 这步棋吗 对 但是可能我下的时候我也会不自觉的下这步棋 它可能意图是这样 全部看在这边形成一块模样 然后和这边相呼应 然后进行一个大模样的作战 但其实这个棋我们会发现 我觉得主要矛盾其实不在这里 当MASTER下出下一步以后 我觉得整盘棋的走势 好像黑棋的这两个后势 特别这一个跟这下面这一个 明显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这个黑棋挂脚之后 MASTER是在这里 应该说自补了一招吧 对 我觉得江文杰这时候有一点失去战机 这步棋 就是说它这步棋是不是选择弓的话会好一些 我个人觉得它应该先欺负一下白棋这个地方 请我们看到白棋是不可能反抗的 四处都是黑棋的铁壁 我们先欺负一下不会亏了 至于最后搞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再说吧 而且这地方一旦有几个子以后 请我们看到 如果假如先说有两个子以后 然后再一挡 我觉得那边也不重要 这还是挺大的 肚子这个方块已经 我觉得白棋已经吃不消了 所以说可以逼迫白棋去防守 看白棋走什么 反抗是不可能的 白棋 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应该进攻 实际上挂脚 他可能想先有便宜一下 但这时候MASTER确实他也没有理 对 我觉得跟MASTER下棋 他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起诉 一个是他经常会拖心 他的全局感真的非常非常棒 我们看到有了戒凉手以后 黑棋非常尴尬 还得补齐 要不然坚穿 然后只能被迫防守 我们看到 姜文杰防守以后 MASTER先手打吃完以后 这都是先手 对 然后他又把最后一个隐患给消除了 我们看他消除完这个隐患以后 我们看这个肚子基本上就不复存在了 对 非常尴尬 因为你尝的话 他说可以这回来吃过来 给我们看一眼 这有一个家的好手 你只能回退 你冲不出去了 这样的话 我们看这已经剩不了多少了 当然你如果手这 他从这拍起来也没了 就是他拐完以后 整个左边的模样都没 然后我们看左边的话 如果一算账的话 如果数步的话 黑棋就 我觉得精神就崩溃了 只要可怜了 对 三四木齐 这边都数不上空 这两个角就太大了 虽然这边 黑棋以后脱线 抢线能够欺负白棋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一个星位 就算被双飞燕 他也 其实也还好 他反正随便选个定势 对 就尖出来 双飞燕有很多定势 对 所以说他选个定势以后 总之他不会太惨 现在黑棋双飞燕 对 然后黑棋也只能双飞燕 由于左边已经 这已经没办法 他不可能再长了 对 已经破产了 左边的模样 所以他只能是攻击白棋的腥味 对 然后这时候白棋就简单处理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 前方他的马兹特的简单处理 他还是一切以 我觉得针线手为核心 我们看其实局部还是 看起来都有点损 但是他又 我们看到呢 他又针到了一个宝贵的先手 他先手打进来以后 又能够轻奋到黑棋的右边 嗯 这个我觉得白棋还是挺成功的嘛 黑棋双飞燕是用了两手棋 但是这冒传一块骨骑 对对对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非常非常棒 因为这个棋呢 确实 我觉得下到这个时候 江湖杰就稍微越显尴尬 嗯 因为我们看到这两个铁壁啊 撞 撞车了 撞起来 而且他下面还没空 而且关键是没挡住 对 别人以后还能进来 还露着风 你就算在花游戏拐呢 我们看到也就是十几木齐 也就这样了 一进来 一跳就全毁了 这块空 所以说这边指销并不高 而相反这边呢 我们看到作为白棋来说呢 呃 他不攻你嘛 他只求他求自保的话 至少双方可能能打个平手 那打个平手完以后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个脚 现在就会闪闪发光了 虽然这两个脚加起来 两个脚加起来可能只有30多目 但是我们看到黑棋实在太可怜了 就是黑棋没有得什么东西 虽然这只有30目 但是已经很足够可怀了 嗯 好 我们看实战 对 实战 然后 实战 实战黑棋是打了这个 对 在这里 他打一下以后 打完了 然后虎一个 对 然后立下 由于二路有个段 白棋打 黑棋得不断 拖 然后这边就暂告一段落 对 Mustle下棋 我觉得很清零飘逸 点脚 对 他反正就是很喜欢脱线 要像很多职业高楼下棋 我们有时候说实话 我觉得如果冷静下来判断 给我们很多很多时间的 也许也能看出来该拖线 但是我们知道人是有脾气的 因为两个人流沙在一起了 谁也不愿意先输那一口气 所以说会在一个局部有时候会大打出手 不会像 我觉得Mustle下的那么轻易 比如说在这时候 我觉得正常黑白棋 一定会在这走起 对吧 接上也好 甚至挡也好 肯定跟黑的战斗 对 但是Mustle就是这么灵动 这个我觉得 其实我们可以 借鉴一下他的这种意境 就这种思路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每一手棋都可以问一下 自己能脱线吗 对 我们看到他点完脚以后 又轻描淡写的逃跑了 他如果先逃跑 他怕他补脚 对 这样的话虽然黑棋把那个脚跳住 但是余味比较足 就那个脚 就白棋暂时活不了的那个脚 对 但是二路搬了虎以后 以后应该能有个打结活 打结活 然后黑棋这样黑得得出头 然后白棋连络 然后黑棋把这打掉 对 对 打掉完以后 白棋就老老师补气 我们这时候可以给其我们简单判断一下 嗯 就这个地方呢 黑棋大概是15米弱 嗯 然后这里呢 我们看到很可怜 大概5米弱左右 20米弱 只有然后刚黑的下 肯定要全力的围上 右上那个脚 那个脚大概能围出20多米弱 也就是全盘黑棋大概是40多米弱 我们能看白棋呢 这个地方至少16到17了 很好数 33得9加6是15 这至少也有16 这个也很好数 也是16 嗯 两个16是32 然后这地方有4目 36 然后中间呢 它白棋多少 有有几目几 所以白棋引过40目 而黑棋呢 走一手以后呢 大概是45目左右 嗯 虽然黑棋有一些后卫 但是这块棋其实 可能会被欺负 嗯 所以总体上来说 下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就是姜维杰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重拳 包括后市都已经化为无形了 嗯 嗯 局面呢 应该虽然还可以下 但是 蓝颜豆观吧 只能说什么 嗯 据说其实这盘棋的话 是大家职业棋手中都公认 姜维杰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一盘棋 所以说它最后其实差距也不是很大 一直到最后好像是竖了1.5目吧 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Mazda有它也有个特点 它当它就是必胜的时候 嗯 它会下出一些相对有点稳 偏稳健的棋 嗯 对 所以说也许这1.5目 蛮难追的 就到现在为止的话 黑棋和白棋差距也不是特别的大 而且像彭老师说 是不是一开始姜维杰丧失了一个比较好的战机 对 我觉得挂脚是 呃 这盘棋比较遗憾的一部棋 嗯 虽然可能惯性思维 可能换很多杰棋 我都会先挂牙试试看 嗯 但是真的这时候主要矛盾在中央 特别是这有一道铁壁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定要注意 当自己有铁壁的时候 一定要想要把攻击对方 然后发挥自己的模样的 和铁后市的威力 嗯 那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白棋Master 已经把姜维杰注的这两道呃 就是后市已经给化为虚有了 所以说呃 虽然现在形势还很胶着 但是后面呃 姜维杰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就在转机的胜机 对对对 嗯 好的 这盘棋我们就先摆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